以齐天大圣为首的混世似猴 竟在女武神的竞技场上大杀四方 这西方众神祭出了自己的神格才保全一命 而西方雅典娜与东方女娲的突然出现 也给西方的诸神黄昏带来了一丝变数 可又有谁能想到 被齐天大圣一棒打散的众神神格 竟散落于凡间 各路强者纷纷觊遇 只则一场风神大战拉开了序幕 据史记记载阿末十三年 凡间突生异响 这天空之上五星竟再次连珠 一众华夏修士断言 这五星连珠心神必出 果不其然 在两天之后 这天空之上竟有数颗流星划过 而那一瞬间宛如世界末日 不错 这数颗流星正是西方众神的神格 可好瞧不瞧 这大部分神格竟直接落于华夏之地 只见其中一颗直奔华夏东北之地 当它落下之时 竟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巨坑 而这神格与大几层摩擦之时 产生的火焰并未熄灭 这片区域仿佛人间炼狱 而就在这时 这金色的神格缓缓的飘了起来 悬于空中 这附近的村民见状 都处于好奇 纷纷赶来围观 这令人震撼的现象千年难遇 可他们却不知道 这危险正在靠近 原来同一时间 在这巨坑附近 竟突然出现八道身影 而伴随着他们专属的BGM乡齐 任谁都知道 这正是来自岛国的神秘组织 代号为小 近些年来 他们收集了各种真兽神器 而此行来到华夏的目的 就是为了收集西方神格 意图成为真神 改变世界格局 而下一秒 他们确认了这神格 正是军神阿瑞斯的神格之时 他们竟打算封锁消息 将附近的村民全部斩杀 一个不留 这小组织不但心狠手辣 那巨大的压迫感 让村民一时间不知所措 只见这八个人中 一个叫歇的男人 在自己的身前 换出两个人偶 而下一秒 这两个人偶突然动了起来 他们手持长刀 直接冲向无辜的村民 而眼看着悲剧就要发生 一个白色的身影突然出现 他仅凭一己之力 竟拦下了对方的去路 众人定睛一看 这白色的身影 竟然也是一个傀儡 而这个傀儡 正被一个白发少年所控制 此一幕出现之后 最为惊讶的便是赤杀之先 想不到这华夏之地 能人辈出 这操纵傀儡之术 丝毫不弱于自己 可这还没完 这白发少年的身后 还站着七个身影 直到这一刻 众人才看清 这八个人正是 华夏八旗纪的传承人 所谓八旗纪 乃是华夏古老秘书 相传 这创造之法 全都藏于天师度中 相传 当年有36位高手 共同领悟 却不强 仅仅八个人领悟了出来 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此时 站在场上的八个人 都是八旗纪的传承者 那个白发少年 所使用的 也是八旗纪之一 神机百炼 赤杀之先 面对此劲敌 竟突然再次出手 由于他全身人偶化 他的手部 竟突然飞了出去 可这还没完 这手部突然射出 大量的飞针 只在瞬间 所有的村民 全部笼罩在内 此一招 狠辣无比 而这白发少年 也好生了得 只在瞬间 他便直接 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空徒侯 而随着如同 狮侯宫一般的气波 完全散开 赤杀之先的 一手牵门 被完全吹散 这短短两个回合的试探 双方剑拔弩张 而就在这时 赤杀之先 突然问道 阁下何人 可否留下性命 而这白发少年 却笑了笑 回应道 我姓马 就是这个村的村长 这华夏之地 还轮不到 你们仨爷 这话音刚落 随着两个人的交谈结束 双方的大战 一触即发